日两大航空屈服概列中国台湾 外交部抗议要求更正 日本航空公司中国简体版售票网站 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记者林翠一翻射 2018年6月18日18点18分 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 日本两大航空日本航空公司JAL 及全日本空书公司AMA 屈服于中国要求 将中港官网上的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引发大批台桥不满抗议 外交部今天表示 已向两家航空公司表达严重抗议及我政府的坚定立场 要求其更正对我的不当称谓 中国于今年4月要求44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的称呼 此无理要求遭美国白宫视为欧威尔士胡言乱语 加拿大政府也表达反对中国向民营企业施压的做法 台桥团体本月中旋则发现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JAL和AMA区从中国压力 悄悄于在中国简体字和香港房体字的售票官网 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使数个台桥团体17日则联名致函给两家航空公司表达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今天回应说 外交部高度关切本案 并表示已指示我驻日本代表处向JAL和AMA表达严正抗议 以及表达我政府的坚定立场 要求两航空更正对我不当称谓 外交部说 中华民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长期在国际社会扮演负责任切积极贡献的角色 在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等各层面的发展成就 更普获国际社会肯定 外交部 外交部谴责中国当局在国际间一再对我国鼓励蛮横打压 相关做法不仅无法改变此一刻官事实 反而增加台湾人民的反感 严重伤害两岸关系 外交部也再次呼吁国际社会 正是中国政府滥用政治力干预各国企业营运的蛮横做法 欲请各国政府及相关企业秉持尊严与正义 发挥道德勇气抗拒中国的无理要求